深夜一女子在开车回家的途中遭遇了灵异事件 一个未成年少女站在马路当家哭哭啼啼 女子急忙下车询问 但很快便引火上身了 女主是一名犯罪心理学博士 供置于一家精神病院 这个精神病院也是一所女子监狱 里面关押的都是有精神病的女犯人 这天女主在跟女犯人大漂亮沟通的时候 大漂亮再次提起了那个经常在牢房里侵犯她的男人 大漂亮是因为杀了侵犯她的妓妇被关在这 因此女主认为大漂亮肯定又是产生了幻觉了 女主的老公是这所女子监狱的一把手 此人肥头大耳 手握大全的她看上去质得一脉 整天一副高高在上了一样 唐妮是这家精神病院的医生 也是女主非常亲密的同事 她一直暗恋着女主是一只忠诚的舔狗和备胎 女主晚上下班回家的时候 由于突降暴雨把路给淹了 她不得不按照她老公的发小警察大壮的指挥 改走了另一条路 女主的老公和警察大壮经常会在这条路附近的桥边钓鱼 因此女主对这条路也是比较熟悉的 当她开着车刚过了桥 突然看到前方不远处站着一个妙龄少女 女主吓得一把方向就冲进了旁边的沟里 女主一拳一拐的来到少女的面前 想打听一下怎么回事 少女似乎是受到了虐待和惊吓 不管女主怎么问只是一个劲儿要投 女主想着把少女送到医院检查一下 可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一幕 当女主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居然被关在了监狱的牢房里 很快唐妮和护士们来到了女主的牢房 此时的女主非常的狂躁 什么话也听不进去 唐妮只好让护士给女主打了一针 这一针下去女主的情绪明显稳定多了 唐妮问女主离开单位之后都发生了什么事 女主只记得自己在桥边遇到了一个女孩 然后她回到了家 看到自己的老公正坐在沙发上 之后发生了什么她完全没有印象 在女主的追问下 唐妮只好说出了事情 原来女主之所以被关在这里 是因为她杀了自己的老公 女主一听当场就崩溃了 手刨脚蹬的就发了疯了 唐妮急忙喊来护士 又结结实实的给女主来了一针 女主睡了一觉醒来之后 看到玻璃上出现了一行字 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紧接着一些狼哭鬼叫的声音 开始在她耳边不停的回响 作为一名高级知识分子 女主认为这些反常的现象 一定是自己在做梦 曾经的下属一改往日的态度 连威胁带恐吓 逼着女主把药给吃了 完全不念及过去的同事之情 女主意识到 自己目前的处境非常的简单 她只好求助于 对自己有想法的唐妮 但唐妮公私分明 也认为女主的精神有问题 对女主的美人计 丝毫不为所动 转过天 律师来到监狱会见了女主 现在的情况对女主极为不利 所有的证据都指向 女主就是杀人凶手 女主白口磨变 气得是浑身发抖 这时候她老公的发小 警察大壮来到了监狱 立声质问女主 为什么要杀自己的好朋友 再次把女主的精神 逼到了崩溃的边缘 女主晚上睡觉的时候 梦见了遇到少女的那一幕 这时候她才意识到 那个少女其实就是一个鬼魂啊 少女的鬼魂当时附在了她的身上 强迫地杀了自己的老公 第二天 女主来到了院长的办公室 看到了院长女儿的照片 院长的女儿 正是女主那天晚上遇到的少女 但院长说自己的女儿 四年前就自杀了 正是从那座桥上跳下去了 女主始终认为 自己是一个无神论证 那些鬼啊神的 全是封建迷信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女主意识到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于是虚晃一招仨子就撩了 当她来到大漂亮的牢房门口 突然看到了令她终生难忘的一幕 大漂亮正在牢房里遭受一个 纹神男的侵犯 纹神男的胸前 纹着一个举着双手浑身着火的女孩 给女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女主吓得尖叫着跑开了 然后很快就被护工们豁桌了 虽然她大喊着让人赶快去救大漂亮 但根本没有人会听一个疯子的话 女主认为院长女儿根本不是自杀 而是在遭受了虐待之后 被人从墙上推下去 但此时的唐妮对女主说的话 一个字都不信 强行给女主制造障碍 完全不像是一个舔狗和备胎 该有的表现 第二天放风的时候 女主向大漂亮道了歉 说自己不应该忽视大漂亮说的那些事情 他希望大漂亮能说出 那个侵犯他的人的名字 但大漂亮担心打击报复没敢说 不过大漂亮倒是给女主透露了一个信息 说纹神男下一个目标就是女主 晚上院长女儿的鬼魂摸进了女主的牢房 把女主劈头盖脸的就是一顿胖揍 值班的警卫通过监控一看 还以为女主要自杀 急忙过去查看情况 女主趁着这个机会再一次越狱了 平时跟女主关系不错的看守 把自己的车钥匙交给了女主 帮着女主逃离了监狱 女主开车回到家 看到了自己在院长女儿鬼魂的控制下 杀害自己老公的那一幕 但是他搞不懂院长女儿的鬼魂 为什么要逼着他杀害自己的老公 这时候院长女儿的鬼魂给了他一个提示 原来女主的老公在郊外有一个农庄 真相极有可能就在那里 女主开车来到农庄 经过一通瞎悬末 他无意中发现了一个跌石 他下去一看 眼前的一幕令他震惊了 原来这个地方 居然是他老公干坏事的秘密基地 他老公通常会把一些无辜的女孩绑架到这里 虐待蹂躏之后再残忍地杀害 院长的女儿就是被他老公害死 女主正在瞎琢磨的时候 警察不知道什么时候找到这 而与此同时 一名受害女孩突然冒了出来 这件事令警察大壮非常的被动 因为女主的老公是他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 而且他至今对女主杀害老公的事耿耿于怀 院长找到了女主 痛斥了他老公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 神奇的是 院长曾多次梦到自己的女儿被大火焚烧 这跟女主的经历几乎一模一样 女主经过缜密的分析 认为那个在牢房里侵犯大漂亮的纹身男 跟他老公应该有密切的联系 因为纹身男胸前的图案 是一个举着双手着了火的女孩 院长女儿的鬼魂以身陷火海的方式 向他老爸和女主暗示了凶手的身份 女主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警察大壮 并测写了这个纹身男的种种特点 而这些特点几乎和警察大壮的成长经历一模一样 两人聊着聊着很快就心照无宣了 为了杀人灭口 警察大壮上去就掐住了女主的脖子 两人在扭打的过程中 女主撕开了大壮的衣服 露出了他曾经见到过的那个纹身 虽然大壮人高马大 但女主也不是白吃饭 两人随即展开了猫捉老鼠的游戏 在这个过程中 作为大反派的大壮开始犯罪陈述了 原来女主的老公在15岁的时候 就曾经杀害过一个女孩 当时是大壮帮着处理的尸体 这对狐朋狗有狼狈为奸 以女主老公的农装为基地 干了很多丧尽天良的坏事 很快院长女儿的鬼魂出现了 大壮就像他胸前的那个纹身一样 被地狱之光给活活烧死了 女主还补了一枪以泄心头之恨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惊了 现在变态真不少 整天就会下胡搞 年轻女性要当心 遇见坏人赶快跑